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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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空去喝茶 看下戏 要不然就去打游戏 就是过着一种算是蛮颓废的生活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种没有生活目标也没有意义 也就是每天这样子在消耗生命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样子 日复一日的在过一日生活 只顾着当前的享受而已 对啊 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是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可能一日过一日 敲一天钟做一些和尚这样子的一种热制 所以想不到看我以前你 也是有一段这样子的一个岁月 那么我觉得人生总是有很多转捩点 我知道你的转捩点是在于你的好朋友 在有一段时间你好朋友去世了 那一段时间你不是跌断腿了后 你有几个月是不良于行 对吗 这两件事情对你来讲 是不是让你可以重新的审视你的人生呢 对啊 就是有一段时间 就 刚好 我遇回了我之前的那个中学同学吧 中学同学 然后就从其他同学的口中 知道原来他中了那个癌症 然后躺在医院那个病房里面已经两年了 然后我遇回他的时候 就已经是两年后的事情 然后过不久我就知道 过了几个月后我就听到他讲 就说我已经离开了 所以他的离开其实对我的那个 那个冲击 心里面的冲击是很大的 然后我就开始回想起 看到他以前Facebook的照片 就从一个很健康的人 然后慢慢慢慢摔落 然后直到躺在医院 然后到前几个月就离开 我觉得突然之间 一下子接受不到这个东西 虽然 虽然 大家都很久没有联络了 但是你 听到他消息的时候 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感触 所以 这个是其中一个转捩点 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以后 那么急急的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次我踏脚车的时候下一个斜坡 然后一转完就跌倒了 来不及刹车地上滑跌倒 然后到时候伤口 有了伤口 伤口就发炎 然后发炎那段时间 你觉得走 平时我们觉得走路世界很幸福 就不是一件难事啊 走不了 从这边 可能走到去那个门口 可能才那几秒钟之间 但是我受伤的时候 我站起来过后 我要走到去门口 可能你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你才可以走到去那门口 所以 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要失去了 才会懂得珍惜 或者是才会懂得 哦原来 要活在当下 有的时候 就要好好的去 去把握它 对 所以 就连平时一个很简单的走路动作 现在对于我来说 竟然是多么的困难 所以我那时候就可能记错 只要我脚一毫了 不管什么问题 我都坚持要去做我认为 追求我自己的梦想吧 所以 单车环岛这个梦想 也是在那个时候萌生的 萌芽的 对 其实很久已经开始萌芽了 只是 它没有 真正的发芽出来 它种子已经种下去了 只是每天在那边想想想 但是没有去浇水 没有去给它晒太阳 所以它就不会发芽 所以这两件事 就是它的养分 所以它就发芽了 所以从这两件事 里面 我就 过后我就很积极地去行动了 然后 我觉得 骑单车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来讲 都是一个可能是生活的调剂品 有可能一些人说是健康的活动 对 但是对于看我来讲 骑单车环岛 是不是你一个必须得完成的一个梦想呢 嗯 嗯 对 嗯 对 我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 其他人是环岛 为什么选择在马来西亚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 我是马来西亚 从来不了解自己的这片土地 马来西亚有13个州 对啊 对 我们都知道 13个州 但是 有谁 有去真正的去 其他州属 去看过其他人们 其他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从事行业 各种类型都有嘛 有捕鱼的 有种到的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打铁的 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行业 其实就在 这些州属里面 然后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 然后去 去看 然后去发掘 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自己是一个马来西亚 但是我对马来西亚 不了解 真的不了解 你问我 马来西亚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我只会介绍你 马六甲 Binnang KL 如果是山高原的话 就是金马轮 云顶 等等 都是这些地方 十几年来 去去都是这些地方 有时候觉得 这些很惭愧 所以 我就开始 环绕马来西亚一圈 但是 我觉得 平时我们骑小车 都觉得很辛苦 可况你还是146天 对不对 分了两个部分进行 对啊 你不会觉得过程很辛苦吗 可能面对很多的问题 那时候你面对什么问题呢 那时候 当下是非常的辛苦 就是当你在烈热之下 在骑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很煎熬 然后你很矛盾 你有时候就是骑到 其实你脚已经是 你一开始其实会痠痛嘛 痠痛过后 它开始进入状况过后 你其实只是每天脚在动嘛 你只是靠着那个意志力在转动那个脚 就 也没有讲累 也不是讲心肝 不懂什么 就是脚会自动在动 就是这样子 因为想说 去一个团岛这样子 可能住宿啊 钱啊 这个也是 旅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不会因为这两个问题 然后一丝一毫的 一丝一刻想说 放弃这个 继续组下去这个梦想吗 旅费跟住宿是 任何旅行中都是 需要考量的东西啊 就先说旅费啊 旅费当初我是觉得 我不需要很多的钱才可以出发 然后 我觉得 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相机卖了 然后 然后又做一些post 然后买这样子 然后抽钱 然后抽了差不多1200块 1200块 然后在我零出发之前 我父亲就 给了我50块 他叫我一路小心 那你父亲也还蛮支持你的那个 嗯 算 他其实不是支持啊 他也是反对我不给我去的 他就是一直反对不给我去 但是我跟他说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总是 我会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他还是反对的 但是他知道 就算他反对 我还是会去做 所以他也是 就是 袖手旁观吧 就 进观期别人家 就站在旁边看我去做就做 他也没有想直接是反对 对啊 可是他还是给了你50块 让你凑处了 对对对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住宿问题 住宿问题 本来我是说 万一我的旅费已经用完了的话 呃 住宿问题 对 sorry 嗯 住宿问题是 我是通过那个 网络 去号召 就是说 我把我的环导路线 post了出来过后 然后 去 然后 我就会去 问 Facebook上有没有朋友 愿意接待我 然后愿意提供我住宿这样子 或者是介绍我有什么地方 住这样子 所以我们去那个地方 就去找当地的朋友 所以 也不是全部朋友是认识的 很多都是第一次见面认识的 是通过Facebook这样子聊天 聊天认识的 然后他就想 他知道我要去换打 然后他很愿意 很愿意来接待我 这样子我就去他家 嗯 对就是一个陌生人 去到一个陌生人的家 看来说一个梦想 其实也不是说 全然是很 很万费心机 毕竟你在路途中也是 认识了不少人 也见识到这个人情味 所以 有时候 这些东西也是一个 继续走下去 继续实现梦想的原动力 一个动力 嗯 对啊 然后可是在过程中 骑啊骑啊骑 路途那么遥远 你不会因为一说 我太累了 我不想骑下去 不如我就回家吧 哦 不会啊 因为那个时候怕给人家笑 因为我已经骑出来了 提出来过后 如果半头放弃的话 然后 你回到去 人家一定笑你了 然后而且我心里面 这样子想 呃 大家都那么支持我 然后 我就不可以 其实是面子问题了 就不感言了 不甘心了 对啊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把你的146天的 环岛梦想给实现了 对对对 然后民宿 也是你另外一个梦想吧 对 因为在脸书看到你说 你为了民宿 这个梦想 你跨了一个很大的步 一个跨步 嗯 是 然后在经营这个民宿的时候 你有面对一些什么问题吗 或者是你朋友啊 可能 给你一些 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意见 对 呃 什么找收客员 等等 很多这些 呃 现实的考量 嗯 然后 我就去 咨询一些 朋友 开咖啡的朋友的意见 然后一些 开民宿的朋友的意见 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人给到我的那种 那种建议啊 就是那种 那种 提示啊 都是比较 主要 钱 上面的东西 钱上面的东西 他们做什么都是以钱作为出发点 然后后来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做这个东西 我不是 钱是重要 但是你一直往前走的话 就是往那个钱走的话 你的初衷 你会慢慢迷失掉 然后你迷失掉自己 然后最后你也是 最后就变成为了钱而在忙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 在忙 那个东西 所以我后来我就拜访了另外一位师傅 算是我开民宿的启蒙导师啦 他在忙碌家 就很早期的时候 他就开了一间 民宿在忙碌家 那时 我很年前的时候 就是我还属于很懵懂的时期的时候 就学了他的民宿 住过几次 所以我就觉得 好特别 好新奇 原来马来西亚有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以后如果有结果 我也是要开了一间 属于自己 有自己特色的民宿 所以 在我开民宿之前 我迷茫了 我就去找了我这位师傅 这位朋友 他就跟我讲了很多 很多 很多比较属于心灵上鼓励的东西 而不是 他没有告诉我 你要该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去筹券 你要怎么去找客员 等等这些东西 他都没有告诉我 他只是跟我讲 他说 只要你的东西够好 就算你藏在什么地方 人家都会找到你 所以 你要把你自己 你要先把你自己 自己的形象 塑造好 然后你要把你 你要有实力 他的意思说 告诉我 你自己要有实力一些 所以 而且你有信心的话 什么东西都不是问题 什么东西都不怕 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迎刃而解 所以 我就问他 他是一个 他算是 在马六甲很早期 他是一个很早期移民去马六甲的艺术家之一 所以他就跟他老婆一起移民去马六甲 十年 十多年前的时候 马六甲还不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他还属于一个很平静很悠闲的小镇 小镇 小城 他们就 两夫妻就移居去马六甲这边 开了一间讨艺店 然后在那边生了孩子 在那边过生活 我就问他 十多年前 你做艺术 你是艺术家 你做的东西都是艺术的东西 不是很多人会欣赏的嘛 像艺术的价值 对啊 而且又卖到这样一定有一定的价格 那时候你不怕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 当初怕的时候也是很怕的 怕怕一下怕怕一下 但是做做一下 就过了十多年了 做做一下就过了十多年 然后他就说 所以不用怕 去做就对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 当下担心的东西 我们会怕没有钱啊 然后怕孩子的 教育费怎么办啊 老婆要养啊 艺术品卖不出去啊 等等 很多都是围绕在这个 钱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钱上面打转啊 对对对 在钱上面打转 我们的想法都围绕在钱上面打转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还是怕的 但是他做做做做一下 这样子十多年就过去了 日子还是这样子过 他的店还是在这边 他的艺术品还是照样卖不出去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活到现在 他也说不清楚啊 但是那时还是可以过的 对啊 所以他就说 你有 所以他就跟我说 不用怕去做就对了 做啊 本来我已经很久 我已经有信心了 很有信心了 再加到一层的信心 我就觉得我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我就 敢敢去做 对 敢敢的就去实现你这个民宿梦 有时候也是啊 因为有时候钱跟梦想 是不能够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看 对对对 如果很多人都担心啊 没钱 因为我没有钱 我打不如把钱存上来 对 我的梦想我就隔止一边吧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钱 在看梦你刚刚这样子来说 是说 钱是很重要 对 但是有时候它并不是最主要那个原因 最主要还是你自己的心 看你怎么样去 全是这样这样的事情 没错 那么如果说梦想是一个目标的话 看梦你觉得你离这个梦想有多近了 我觉得我的梦想是不会停止的 就好像之前我单车环岛 我已经完成我的梦想 我不会说 因为我完成我的单车环岛 然后我就会恢复我原本的生活 就是跳回去那种高九万五 然后毫无目标 然后就继续工作工作工作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生活方式 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要不断的成长嘛 所以要去不断的去接受挑战 然后我们无论是生心灵才可以成长嘛 所以完成了环岛这个梦想过后 我就有了这个开明术的梦想 所以现在我在执行着 我在开明术的梦想 所以当可能有一天我觉得 我在开这个明术 我已经达到我心里面的那个理想的状态了 我觉得我可以放手了 我会再去创造一些另外一个东西出来 但是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可能人是来到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它属于那一个阶段 应该去完成的一些梦想也好 实命也好 相信看我现在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在经营民宿的当儿 其实你也没有放弃你的单车梦啊 梦想 你看你刚才从泰国这样子 骑单车回来 你下一步 对你这个单车梦有什么计划吗 因为我发现很多马来西亚人是有单车环岛的 就是对于在马来西亚单车环岛是 都是有一个梦想 想要在马来西亚单车环岛 但是大家一想到第一件事 第一想到环岛 就是想到台湾 而且我每次上Google设计的时候 单车环岛就跑出台湾单车环岛 你很少看到会说马来西亚单车环岛 对对所以我就有一个计划是说 2016年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大马单车环岛年 对很多时候有时候我觉得自身的 你本身的那个行动啊 你会影响到身边 你不知不觉影响到身边的人 可能你觉得自己做东西很危险 但是你已经是在无形中 潜意识在影响着某某人 你不知道的 但是你确实是在影响着某些人 所以我就有这个梦想就是说 2016年就是办一个单车环岛年 就带大家骑单车去环岛 但是其实环岛是一件很辛苦的 也没有想象中这样浪漫 所以真的是要去做的时候 需要有很大的心理准备 就像卡姆一直以来 在你的脸书也好 你每个人都告诉说 梦想是要行动的 只要你去行动了 你才能领略到这个过程 到底是浪漫的情怀呢 还是现实的残酷 相信只要有梦想 要行动才能够看到这一切 梦想的可能性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还是今天 你还是那一位 在圈子里面 步步转转 步步转转的 走不出来的 一直都不敢去实现梦想的人 我相信 我也希望你们 听过卡姆这个分享之后 你们能够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去实现梦想 就像卡姆所说的 梦想不光是想 行动也是很重要 只要你肯行动 一定有实现梦想这个可能性 非常感谢卡姆 请我们跟我们分享 你这么精彩的 这一个追梦的故事 谢谢 谢谢 我是子琼 欢迎你们下次再收看我们的节目